歡迎來到本週的一個 Kamelaida Levi's的速看你的心得時間 本集的話是我們第44節速看你的心得 這一集他回來了好不好 畢竟這個情報應該大家都知道了 應該沒有什麼破梗成分在啊 只是呢 無伯一直以為到整部劇結束時 可能他都不會再出現了 結果他再次出現 而且每次一出現啊 哇都跟戰神一樣 沒有跟開玩笑好不好 跟鬼一樣 這一次也是好嗎 沒變身就這麼猛了 所以呢 我們稍微來帶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一個故事吧 故事的開頭從 大二準備要與肌膚簽訂契約說起 正當 契約要發出時 VICE立即推倒我們的大二 阻止契約的完成 眼看無法完成契約 肌膚一氣之下將VICE給綁住 雖然男主想要上前阻止 但單平一人是無法的 隨後VICE就被肌膚給擄走了 被擄走後的VICE來到了肌膚的空間才得知 原來先前變異的人全部都被關在這裡啊 其實我覺得這邊有點化蛇天竺了你知道嗎 就是有點想要強行將前面死去弄火啦 真的這邊其實讓我看的蠻不爽的 那種寫實感啊瞬間崩掉啊 眾人回到早堂後正在討論事情 男主說VICE一定沒事的 現在先關心大二要緊 正當眾人煩惱不已時 大二突然回到早堂 但他來並非是為了要棄案投名 而是來告別的 正當大二講到一半時 男主完全聽不下去 要求大二出來談 週末中 博士爸目前病入膏肓 但他依然掛念著他的兒子 大家的老婆眼看這樣 也第一時間找上博士讓他知道這個消息 但博士以現在正在調整腰帶 並沒有時間去管他而拒絕了 所以看得出來 他還是沒有辦法理解他爸爸為什麼要把惡魔灌在他身上啊 大家的老婆懂博士的感覺 還是希望他能夠践踏爸爸最後一面 肌膚的空間 VICE正在質問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此時肌膚正在碎念道 生物體釋放出的惡行能量 對於你們口中的惡魔為食的我 地球真的是一個舒適權 VICE也反問道 那你為什麼要消滅人類 越是進化 人類的黑暗面越是極端化 再這樣下去 人類會自己毀滅 需要做到調整 但武山一家能夠將惡魔自由地排出體外 因為因子的關係 武山一家便是我的家人 能和我一起走向未來 另一方面 男主質問道 生活在肌膚的恐懼壓迫之下有意義嗎 但大二依然拒絕溝通 只說了 少廢話 時間不夠了 你們不讓開的話 兄妹 我也不會手下留情的 眼看溝通無果 兩方因此打了起來 但男主依然無法下手 還是想用嘴盾去趕花 另一方面 VICE對於消滅人類這個結論感到困惑 肌膚大人最後回說 會孕育出優秀惡魔的人才是人類 我會用我的遺傳因子 書寫人類新的歷史 說完之後就將VICE給傳輸出去了 博士這邊 終於將腰帶給改造完成 但是依然是借助博士爸之前留下來的資訊 再交付於廣山前依然提到 你現在的身體是無法承受腰帶的變身 廣山回說 如果不得不再次賭上生命 那一定是現在 此時博士憤怒的指著道 不要再講這樣的話了 這是給你這個驅動器的條件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他應該是已經修正完成 只是他想要改正 廣山一直想要犧牲自己去奉獻這個精神 要多更加關注自己 因為當自己死的時候 傷害的不只是你自己 而是周圍全部的人 回到戰場上 除了被傳回來的VICE之外 我們的肌膚也清零戰場 大二依然對肌膚說 我們簽訂契約吧 拜託你放棄人類 正當契約要成功之時 我們的VICE再次將大二給救下 眼看這樣男主只好與VICE並肩作戰 阻止肌膚了 戰場的另一側 最熟悉的男人 回來了 就是我們的廣山 傾住我的權力 讓你回頭 說完之後 我們的廣山就直接變身了 變成成為大家最熟悉的DEMONS 大二這時也補充到 如果不賭上性命 是沒有辦法打倒我的 或許吧 但是我不會再說那句話了 經過一番戰鬥後 兩方打了兩敗巨傷 恩 這邊還是完全不能理解 Holy Life真是有夠爛的 廣山不顧自己的傷勢 立即爆了過去 大二 別放棄 也不要否定過去 就算失敗了也沒關係 重新再來就好了 輸完之後 我們的廣山就暈倒了 此時幾乎一揮手 眾多信徒突然出現 當然面對眼前絕望的狀態 無能狂怒 並看著用揚言生命換的印章說著 幫幫我 揚言 此時印章突然發光 一旁出現黑色的羽毛 太慢了吧 大二 我們的揚言 十槍一掃 將全部的敵人給擊退 哇 戰神真的不是叫假的好不好 對誰都是六四開 或是七二開 開玩笑 你終於意識到需要我了吧 但就你而言 現在做得算是不錯了啦 大二說道 從此以後 我們能一起戰鬥嗎 你要是再不爭氣的話 我會佔據你的身體 隨後 大二將槍插了去 揚言放入印章 兩人 很信 算是首次我們的大二 與他的惡魔並肩作戰 因為由於他是新的變身 所以我們這段話 還是稍微給大家聽一下 其實老實講 我覺得他的皮套 我覺得做得有點偷懶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 就有點類似像是當初看到 我們的任王界的感覺 就是你好歹模組也改多一點嘛 他就是不改多一點 原本的模組 好啦 基底是改成揚言的基底啦 就是盔甲下面基底 但是他的外觀上 基本上就是多加幾筆黑色加披風而已 所以總括來講 我覺得有點小小不滿意 覺得有點可惜 隨後立即前往支援我們的男主 每當他揮砍時 我們的揚言都會跑出來 這樣也代表說 兩人一體的概念 到了男主面前後 先是道歉 畢竟是自己的弟弟 男主並沒有責備他 而是高興的抱著上去 原來他的弟弟終於回來了 隨後 兩人也討論出了計畫 男主招安出傳送門 大二將他給踢進去封印 男主反利用肌膚的力量 將大門給撕捨開來 並將眾人給吸了出來 此地真是很屌的東西 說吸就吸 開玩笑 眼看大家都吸了出來 大二也立即補了一腳 將肌膚踢入男主關門 成功將我們的肌膚給完全擊退 並且封印在屬於他自己的空間 戰鬥結束後 一家人開心的抱著在一起 另一方面 博士雖然嘴巴上這樣說 但對於自己沒能見到爸爸最後一面 還是感到非常難過 故事就在一家人開心的擁抱中結束了 所以以上就是這一節內容 算是幫我們大二做完美的收官 我覺得收得不錯 但是總共就是皮套讓我有點不太滿意 好歹也改多一點 或是頭盔換一下 衣服不換我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頭盔一定要換 我覺得很可惜 但是他的音效 還有他的變身型態 是真的非常非常酷就對了 原本以為大二可能不再會有新的型態 或者說跟記憶不合體 沒想到最後是走一個 Happy Ending 的一個結局 感覺各方面還是覺得有點強行 在讓這個舉眉那麼的壓抑 這麼的現實 好我們把這個點講完之後 我們現在稍微進入一下 我們的副牌的新的環境 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個是我們大團員的結局 就是我們大二完美收官 大二完美回歸 然後我們這一套第二個點 這邊你們要再一個點 他們那邊用的詞是封印 並不是擊敗 並不是爆炸 所以到時候肌膚只是被關在他自己的空間裡面 故事後續我們肌膚應該還是會再次登場 搞不好還有新的騎士型態之類的 不知道好不好 所以目前我們只能得知 肌膚是沒有被完全擊敗的 後續還會繼續搞事情 但是肌膚感覺應該不太可能洗白 他感覺有點像是完全理性化的產物 我覺得啦 然後呢第三個點才是重點 第一個點就是我們男主角越使用能力 他的記憶一直在消失中 這個點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 所以呢 我很好奇這一次這麼強大 這麼持久的戰鬥中 男主又消失了哪些記憶 哪些關鍵記憶又不見了 然後呢 第二個點算是這一次 只有提到一點點時間 就是男主是藉由肌膚的力量才打敗肌膚的 所以到時候他體內是可以使用肌膚的能力 之前我們的肌膚有講到遺傳因子的問題嘛 所以呢 代表說男主那群人只要還活在世界上 跟肌膚就是有連接關係的 就算封印 我們的肌膚應該理論上還是可以影響到他們啦 因為呢 下一集的話 我們的肌膚應該拿出他最後的保險啦 就是VICE 好不好 這個話是預告講的 不是我講的好不好 所以呢 我很好奇 大家最喜歡的劇情 可能就會上演啦 男主對決我們的VICE 成為肌膚手下最強最後的保險棋子啊 然後呢 就將前面的東西全部都已經處理完畢了嘛 所以最後五集 我覺得講男主失憶跟VICE這個問題 我覺得兩個是可以並行的 只要節奏拿捏得很好 一定都非常非常好看好不好 因為五集的量說實還是很夠的 但是唯一不爽的點是 那些死去人又復活真是讓我看不懂 尤其是綠一幹部啊 我以為他已經死了 嗯 感覺有點化蛇天竹 小可惜小可惜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有一個COMMENT LINE 禮拜十四十集的一個速開能行的時間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影片 如果喜歡的情報 大家朋友們都下見 拜拜